2021台南土城正统路尔门顺母要文管三妈驻驾花莲 请全国乡亲来四福为地方来造福 24号晚间吉安乡圣安公主委吴建志和全体委员 也规划了文管三妈回轮的相关事宜 从12月8号到12月16号要举办吉安妈回轮绕境赐福活动 一路要从花莲前往台南土城正统路尔门的顺母庙 欢迎信众一起来参加 心情的年年 礼拜青余ека声收 三百星庙圈 Томи 安公�신 2022年县长徐先生位 花莲宪前湘香 accompany主人为五建志及全体委员 请示台南土城正统路尔门顺母庙 文管沙妈前来花莲住驾 也获得妈祖的圣杯前来花莲 幸全台湾和花莲妈祖信仲前来参与为大家赐福 台南正同入门圣武庙长久历史来 有非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神迹已经典故 这几年文管沙妈路跑妈祖更是广为人知 在应验机会之下文管沙妈路跑妈祖住驾与太平洋一方 花莲生长工满三年 今年疫情结束工商复苏之际 妈祖指示需要返回台南俯城正同入门圣武庙 并命名为凡福禀报在正式派任驻太平洋之大使妈祖 未来每年临选派任大使妈祖 几年底由太平洋一方凡福禀报 将成为每年东西两岸令人期待的宗教盛事 生逢其时攻逢其胜 那这次我们圣南宫特别举办凡福禀报 九天八夜徒步要回台南正同入门圣武庙 这也是花莲来首次第一次要走入徒步的方式 回去参乡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我们的日期定在 12月2号的骑马宴 然后再来就是12月的8号早上8点 一直到这个12月的16号 一共是9天8月的行程 那希望所有的乡亲都能够这个来多多的来参加 得到妈祖的保佑 还有这个一路行脚啊 那希望这个有愿力就有愿行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多多的参与 为了做好万全的准备 在24号晚间 主任为无建制及全体委员们开会筹备会议 规划在12月8号到12月16号 从花莲台东 屏东高雄到台南总计酒店的行程绕境 也欢迎新众能够前往参与行脚 来感念妈祖的慈悲之心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